既然人齊了 你就可以带领大家做节目前的即兴开赏 李毕 我看见你在那个屏幕前 你看 哈! 对吗 嗯 有 所以现在可以带大家做哪个 你们愿意吗 一起稍微试一下 通一下我们的那个 就是啊 因为唱歌这样站起来可以通一下 就是第一个就是气承单点嘛 很累 很紧的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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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歌根本不要那样 千万不要不要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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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歌真的是 就是吸气 鼻子和嘴同时吸气得很深 然后就哈! 哈! 哈! 劲儿不再撒 好高音啊 哈! 把它落下来 哈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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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它真的砸下来 不是 不是吸 哈! 杂! 哈! 哈! 你也可以轻轻的 不用很大声 哈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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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学生乐的时候觉得一个狗喘气是这样的 有点像这样 我们叫狗人 我们这就是狗喘气 这也是有帮助 但是我觉得这样吧 就是有时候让你落下来 比如说你唱的时候觉得第一句唱上去了 马上膝盖把它放下来 好 对我经常有这种感觉 你马上记住往下落 你唱完一句收住以后 下一句的时候 快乐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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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一种 一种 对把它落到丹田 落到丹田 再听丹田 丹田在哪 然后还有 对 这三天真的是一直练 然后就是胸腔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胸腔很重要 男生特别好 男生的胸腔好 你修肠真好 你修肠真好 你是呢 现在我们只管胸肩胸的位置 其实黄铃很重要 唱的歌象 都要有胸腔 若没有胸腔的话 嘴巴上就 milhões 很薄 有点凶 每个人拿一首自己的歌 用这种方法试一下 你们愿意吗 对啊 对啊 那你用哪种方式 梅兰的试一下 梅兰我爱你 没人爱你了 你那个调好像比这个高一点 梅兰我爱你 对 加一点胸腔就会好像 也会咬嘴 其实是这样的 串的 那比比有什么歌可以这么用 比比的声音值都是比较低的 比比的胸腔还是挺好的 我连说话都是在用胸 这也不用买的 说得到 可能比比的用胸腔挺好 有可能比比在口腔上面的 可以多一点 就是因为每个人 他呢就要用胸腔多一点 每个人不一样 然后还有呢就是口腔嘛 嗯 嗯 嗯 虽然难看一点 但是它是放松嘛 放松 嗯 嗯 那学那个 喵 喵 喵 对 嗯 因为唱歌真的是根据你的歌音乐高 嗯 上面也要开 嗯 如果音低的时候 你上面不用开很多 用胸腔多 但是如果你唱得要爆发力的时候 上面就要开 嗯 哦 对 唱个死了 我都爱死了 而且正好节目快要开始了 唱个死了 那龚老师教一声叫的声音 我们一起叫一声就出来 好 好 然后就是头上吧 啊 啊 啊 把声音喊过去 喊三声喊 啊 啊 啊 然后从这儿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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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这个很通 真的 有时候有开心就是这样的 对大家都通了 所以今天节目一定会唱的 啊 啊 為什麼开车 在车里面念发声 对啊 什么你唱歌之前都会不通 好吧 好 今天大家都开的很好了 都会肯定唱的更好 Not at all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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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玩 好好玩 谢谢 谢谢 等会见 谢谢